親愛的允潔 我愛妳 妳願意嫁給我嗎 果然是520 又有喜事發生啦 20號 蔡允潔帶著男友和小優 蒲昕慧 草爺等人 一起出席紅心字會防疫募資記者會 沒想到直接變成求婚現場 只是她的一句話 馬上讓大家全都傻眼了 你為什麼要錢我 我脾氣很差 我脾氣很好 再說一次 親愛的蔡允潔 我愛妳 一輩子愛妳 不會背叛 不會背叛妳 妳願意嫁給我 我願意 我老實說 我覺得 如果我想要的婚禮 是要有驚喜的 那應該是今天 可是我不知道其他 就是除了我們的固定班底之外 我不知道有這麼多的好朋友會來 然後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的老公有這麼多 我的老公耶 好像改口了 而且妳會不會把我手想像太細 太細 妳要不要講一下幸福肥的幾公斤 我不敢了 他每次抱我的時候他都會說 妳要不要去健身吧 那我計劃什麼時候要有愛的鞋子 越快越好 所以我們沒有在避孕 嗯 從 啊 開始 好害羞 像我們隔壁鄰居 會不會 等著要貼在那邊 聽我們什麼 小貨倆 妳自己小聲一點就好 對 哈哈哈哈 故事 呻吼 搖 感谢观看